醉酒男子误车后阻碍他人进站并殴打执勤民警 醉酒男子前某使用随身携带的钢制保温杯击打执勤铁路民警头部 法治网讯记者潘从武、通讯员吴隆慧 近日在新疆库尔勒市 一名醉酒男子误车后阻碍他人进站并殴打前来制止的执勤民警 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刑拘 据铁路警方介绍 当日晚旅客前某误车后要求进站乘车 迎该次列车已驶离库尔勒站近10分钟 客运工作人员不予放行 于是前某借着酒禁 大闹检票口阻碍其他旅客正常进站 接着男子强行进站 遭到民警制止后用钢制保温杯击打民警面部 为避免误伤旅客 民警现场将男子果断制服带离现场